各位早安佛观的观众 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一样继续 人间佛教佛陀本怀 实在跟各位说 我最近看到 佛学会考中文的题库 但是我不敢讲 是不是已经可以上网看到 还是因为我特别在哪里看到的 我现在不记得 但是我看那个题目 我倒觉得如果这个题库 大家也可以很快看到的话 你看题库 然后再来看书 看书再回头去看题库 好像就是那个印象会加深 而且时间这么久 真的是这一次呢 承办全球佛学会考的是中华总会 中华总会的 就是说相关的 比如说可能是谈讲师 或者佛学会考的群组等等 一定有一批很承担的佛光人 早早的将这些 就内容消化 然后再把它做成题库 真的非常好 那希望大家慢慢可以看到这些 而且真的我说时间长 因为我们到8月28号才佛学会考 现在才5月中 那就算公布怎么样 最慢也是统一全球 要看到题库是6月初 6月1号这样 所以我们有应该差不多就 讲就三个月的时间 这个看题库 然后看本课文这样 相互相辅相成 我觉得印象一定会加深的 好那我们就要延续 延续上一周 其实上一周谈到那个很有名的 这个佛教的典故 说狮子身上虫 环食狮子肉 这一句话 你别的都不会让佛陀伤心 就这句话 佛陀也很无奈 说真是这样 他也没有办法 但真是这样 只有靠我们佛弟子 大家一定要很 很正知正见 正信具足 正念分明 然后还要勇猛 就是坚持到底 这只有靠 就既然是环食狮子肉 就是身团内部的事情 那当然就是只有靠我们自己 来把它拨乱反正 这样子 好那接下来今天的范围 就要进入第67页 就讲到在佛陀时代 我们距离这样2500多年前的佛陀时代 佛陀他的一日生活是怎么过的呢 现在我们往往因为年代久远 又很想念佛陀 或者说很景仰 重敬佛陀 有些就会把它神格化 好像会飞天遁地 这些 或者说 也因为在流传的过程中 在印度 那印度的婆罗门教 古印度教 多神教 这些色彩就都会混合进来 这样 甚至于在佛教流传的历史当中 曾经是佛教更兴盛于印度教 尤其是佛陀注释的时候 这些当时的其他教派的人 还很紧张 甚至于到佛陀入灭 涅槃之后 他们就开始讲了 就想要争取一些他们的教徒 他们还说 你们信 这是印度人讲的话 你信印度教 信佛教是一样一样 因为释迦牟尼佛 就是我们印度教的 这个师婆神第九个化身 所以信印度教就好了 就是要给他混为一台 然后再把一些人捞回去的感觉 总是流传历史两千多年 到最后佛陀被供在 好像暗桌上面 就是典礼膜拜 但是对于佛陀教导我们的 我们就述诸高阁 甚至于已经忘记了 佛陀也是人 佛陀要不要吃饭 佛陀会不会走路 走在地上 佛陀要不要刷牙洗脸 这一些大家都会觉得 好像如果谈这些 是不是会好像很 好像大不敬 对好像高高在上的神明 怎么可以这样 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误解 佛陀已经说了 他是人 他不是神 所以这一点 请各位让佛陀从神桌上面走下来 站在我们的面前 是我们的老师 作为老师教导学生 一个好的学生 是要按照老师所启发的 佛陀也不说他教 启发 因为我们依着法 而不是依着他 像这些一般的信徒 佛教徒 是有一点点 要调整一下 那没关系 慢慢调 我很希望如同师父写这本书 说人间佛教 佛陀本怀 真的要把佛陀还给人间 好我们来看看 那佛陀的一日生活 跟我们这种凡夫俗子 有不一样吗 有什么特别独到之处吗 我们看看 好 这是67页 说我们身逢在现世 去佛甚远 对佛陀悟道后的生活 一定希望有更多的了解 这还真是 有学佛的人才会想了解吧 一般的人只是求佛保佑 哎呀不要我讲那么多了 你保我平安就好 这个实在是很大的误解 好 我们再看 说其实啊 从世部欧函 就是欧函经 从欧函经里面 这佛经里 约略可以了解 佛陀与弟子们 平日的生活起居 衣食住行 还有在人间活动的情形 若要形容当时佛陀的生活 那么 各位请看 特别把今天的这个字卡 做出来 就这四句话 随欲而安 随缘生活 随喜而坐 随心而有 所以应该用这样来形容佛陀的生活 是最贴切不过了 所以佛陀在仪教经中说 皱就白天 皱折勤心修习善法 无令失实 说初夜就到了夜晚呢 初夜是刚刚过了六点 要入夜了 入夜 然后就初夜 后夜 义务有费 甚至于中夜 诵经一致消息 就是到了中夜 这是半夜了 两点多了 你如果真的有醒过来的话 那个意念里头 还是要思维法义 像我们在常常念佛 养成习惯 有的时候进度落后了 那是时时刻刻 睡觉都一直做着功课 半夜醒来 还是念着观音菩萨醒来 比如这样子了 这个其实就是 时时都是保持正念 意念正法 好 说佛陀用这样子 来勉励弟子们 要精进用功 禅作思维 诵读真理 勤劳作物等等 但因为时空 距离因缘不一的关系 我们且先从佛陀的 早晨时间说起 来了解他在二六十中 如何修行度重 二六十中是 印度的时间算法 我们现在的计时 时钟一天二十四小时 这样一点两点三点 二十四小时 在印度的时候 是昼夜白天晚上 一共有六个时程 六十 但其实时间 就是说 这个一天 我们划分就是那么长 你用二十四小时去算 是刻画的更细 那用这个 成朝日中 像这样子 划分就六个时段的意思 那一样等同二十四小时 好 那说我们来看 佛陀佛陀一天 从早晨说起 怎么看呢 每一天 佛陀在天色 尚未破小时 就起床 那就天刚刚要亮 然后 刷牙 洗脸 说到刷牙 各位一定很惊讶 说到刷牙 照其印度社会 人们习惯 绝羊枝 来洁净口腔 就等于现代人 使用牙刷刷牙一样的 绝羊枝 各位听到的羊枝 在什么时候听到 羊枝净水 骗撒三千 每一次撒净 或者送普门品 前面不是有个 这个礼战 这个乡战吗 唱的是羊枝净水 战 那个羊枝 类似像我们现在 有时候 看观音菩萨手上 拿的羊柳枝 柳就比较软一点 羊枝是 他们是同样的 这个属性 羊枝比较稍微硬一点 尤其即便是到现在 我们到印度去 看到 比如说 我们看到恒河边 尤其我们都是一大早 太阳还没出来 等着要在恒河上观日出 在那做早课 在那里发愿这样 所以都会看到 恒河边已经好多人了 准备 其实有的人已经在那里 祈求恒河神 日神 印度人很多神教的 他们就在 已经在恒河 半 就是边上了 有些石阶等等 已经在那里沐浴 沐浴的沐浴 就是洗头洗全身的 然后旁边的人就在那里刷牙 同样的水 这个传统是这样的 他们相信这是恒河之神的 这个好像一个加持吧 怎么样都会干净的 好像百病会全消这样子 可能 其实那旁边也是世界最大的焚化场 火葬场 有些尸体中会飘过去 但他们还是觉得都是很神圣的 他们对恒河的信仰很特别 只能这样说 但我们看到他们确实在那里 那个刷牙 有的人确实会戴着牙刷 现代 但是呢 我们在去恒河 这个边上很多小摊贩 他们卖 差不多像筷子那么长 一只一只的 大概十只一扎 一扎一扎这样卖 那就是牙刷 所以他们就会在那咬啊咬咬咬 把那个羊柳树的那个树枝 那个枝条细的 比小纸还细的 不太咬碎碎的 就会好像叙叙的 再刷啊刷啊 就这样子 到现在还是这样子的 所以 印度也是很特别的地方 就是你可以在 现在2022年看到 2000多年前的人 他的穿着 他的生活习惯 我都觉得很奇妙 但也很感谢他们保留着 佛陀那个时代的生活的样貌 给我们稍微领略一点 好了 所以讲起来说 在起床一样是要刷牙 洗脸 那只是那个牙刷不是塑胶的 是很天然的 就像古代没有肥皂 但是有皂角素 那个皂角 那个豆匣那样 然后就把它怎么样 然后搓啊搓啊 就很多泡泡 一样可以洗 所以古代有古代的用法 现代有现代的化合成的这些 好 那总是呢 说这个 据五分律的记载 佛陀告诉我们 觉阳之有五种利益 有五种好处了 这个第一消失 因为咀嚼嘛 所以好像前一天 如果有没有消化完的 可以帮助一下 然后除冷热唾液 咸唾 就是这些口腔里头 这些不干净的感觉 都可以去除 善能别味 就让我们吃东西的 那个味道更好 然后口不臭 眼明 说这是绝阳 这是让眼睛 我想这早上 你在那搅啊搅啊搅 还要有点静 人就醒过来了 眼明这样 所以我觉得也很有 这个五分律是 这个戒律 记载戒律的这个律点 所以都有写着这一些 说在塑洗动作进行时 佛陀也会发愿 也教我们发愿 例如洗脸的时候呢 各位如果读读过 《华言经》进行品 这些都是很熟悉 一边洗脸一边 内心里头就想着 以水洗面 当愿众生 得进法门 永无够然 这是多好的祝福 那刷牙的时候呢 也发愿 可以讲你跟着你的 所有的行为造作 那个意念 你都在用佛法 用亲近的意念在引导着 刷牙的时候念什么呢 绝阳之时 当愿众生 其心调尽 时诸烦恼 咬啊咬 把烦恼都咬掉了 这样 好 这个是进行品里面的 这些祭语 这都是提醒我们修行者 应当要实时发愿 实时都是在警测自己 当然呢 简单的灌洗 完毕之后啊 由于前一晚的 吉祥碎卧 又邪而卧 让人少烦 少恼 正念分明 所以呢 成间精神 就可以充沛 提神嘛 这个时候 天色慢慢亮了 天亮之后 做什么呢 吃饭了 但怎么吃饭 吃了饭之后 做什么 我们就下一次继续啦 今天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